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补报的课网 管道探测仪 小音响 生命探测仪 还有无人机 便携式 显微镜 足迹探测仪 夜视仪等等 现在我要寻找一只丢失的小猫 丢失的这只猫特征比较明显 尾巴是黄色的 就比较好认 然后它在习性来讲 它是特别怕人的 就会排除被别人抱走的这样一个可能 因为它的健人科都会堵 可是肯定会躲在某一个角落里 当时也像老师是这样讲的 就通过微博来找他 我刚才给人招不住 招不住 然后换到那个里面关住了 实际上里面有个洞 有这么大一个洞 有可能跑到自那个洞去世了 他又跑出来了 有可能 但是到现在里面没有动静 有可能还在里面 我是安慧人 姓名荣光辉 今年37岁 我做这个宠物侦探已经三年了 因为这个招的地方里面就是有一个白点的话 远远的白点的话 就是有活的动物 生命探测仪 现在就是前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男主人一直自己寻找寻找不到 看见我们的时候已经哭得内容满面了 然后在寻找过程中 从晚上一开始是看见一只猫 但是不是它自己的 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一个小时过后了吧 已经找到了 但是这个猫现在不认它了 没办法 猫一看见它就会躲起来 这是在我们寻谋过程中自己困难的 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宠物都会去找的 猫和狗 找的最多的是猫 已经找了一千多只了 因为找过雕啊 鹦鹉啊之类的 我们寻谋各地都会去寻找 询问一下猫 大概猫是什么 丢尺的什么情况 然后我们就判断一下 根据区域划分一下看一下 寻找这个有没有什么依据 还是随便过 是 我们也 像地窖搬坏的地方 我们也会是寻找的 地下室之类的 还有草层啊 黑长角之类的 找寻我有黄金时间了 72小时之类的 按照我们目前的话 成功率在80%左右 我们会根据寻物的心理去找寻它们 现在这个环境太吵了 如果打小的话 它会出来的 那怎么办 再晚一点 因为这里发现了好多猫毛 还有猫的脚印 它应该是躲在这里面 现在我们还不敢判断 或者玩的时候 它会自己出来的 我现在打电视电影 它现在是在里面 已经确定是它了 我就用眼帽的声音 吸引它 还有罐头 让罐头的香味去吸引它 如果肚子饿的话 它也会自己出来溺食 它如果不吃的话 我会一直在这里跟随 当天猫的那个管子里面 龙老师那边研究完的方案是先在中间切 因为猫不会在这个切的过程当中窜出来 从中间切完之后 两边的距离再确定 再开第二口的位置 然后再切开第二口的位置的时候 发现猫往保温墙那边爬了 从那个保温墙那边就切开了一个口 发现猫已经开始在往上面做了 然后龙老师当时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敲击这个管道 来让这猫不再往上爬 猫也特别单小 挣扎 龙老师抓住了一个机会 就直接把猫从那个管道里面抓了出来 我当时也是强忍着泪水吧 在跟龙老师进到电梯之后 情绪比较激动 流了眼泪 像龙老师这样的一个工作职业 它也是帮助各个家庭去 恢复到一个家庭的完整 我之前是个开车的人 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出差 也喜欢外面的风土人情什么的 但是最主要一点是比较喜欢小动物 我把他们当成朋友了 我养了四五只狗 在别人那里寄养 我以前一直在关注 曾老师的微博 有一天的时候 我看见他的微博上面在招聘 所以我就勇敢地去尝试了一下 我们常用的是客网和机关 场地比较宽阔 不是一平一挖的 但是有比较好客的地方会客网 比如说如果蓝抓捕的或者是 那种动静静性非常高的 那我们必须要采取器官了 难弄的 我们要采取吹马了 背场的意思 花了一个星期左右 找到一只猫 还有我们刚刚到达现场 还没有跟主人见面的时候 就找到的 实在走不动的时候 都想再多走一步 哪怕再多问一个人 也可能再问到线索 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的话 别很自责 找到的话 真的心里感觉跟英雄是一样的 我们经常在寻找的过程中 会被保安或者居民当成窃贼一样 有一次在场上的时候 有保安说过来 你是不是在偷东西 我说你看见有偷东西打着手电的吗 我们在寻猫的过程中 看见了一切 或是流浪猫流浪狗的话 会主动去救助带回家的 我们最大的梦想上 更多的老孩子 早点回家 跟主人团聚 来说明天 早安 来说明天